最近找到了一個珍奶 馬上臉就亮起來了 它真的很好用 但是它真的很貴 你們看 這都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我沒有業配 嗨 大家好 欸 怎麼會 就是我今天要來介紹保養品 那其實我第一個想要推薦的 介紹的就是 這一罐 牙斯蘭黛的那個原生乳 我以為我真的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而且我要給你們看 這個是我買大罐 留下來的空瓶 那代表說它真的非常好用 因為我覺得這一罐它完全可以當化妝水什麼的 我還會買這個 就是它延伸出來的 因為我剛剛要拿然後摔到 反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我本來想說 要給你們看 欸 真的它被我摔到 然後直接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就是這樣 欸 太多了 反正就是我很喜歡它 就是因為它 它拍在手上 然後它會亮亮的 因為當初 我想要買這個品牌的時候 那個貴姐也是直接這樣子試給我看的 我就是很喜歡把它當作就是化妝水 你們看我就是留下這麼大罐的 喜歡到買噴霧 然後還有這個反正壞掉了 我先說喔 這都是我自己花錢買的 我沒有業配 就是我真的是因為喜歡我才會拿出來 這是亞斯蘭帶的那個小中品 用完它會皮膚會變得比較穩定 是真的有差 可是我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看網路上蠻多評論都講說 它比較適合睡前用 白天用可能就是曬到太陽會蠻黑 雖然我聽到說是不是任何產品曬到太陽都會黑以外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那麼一點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是我看到那個眼淪然後我覺得有被洗腦到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它只適合就是睡前用 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們家的那個什麼 小中什麼縮時精華嗎還是什麼 很明顯我真的沒業配喔 不然我一定會記得 這個就是我覺得它用起來會 皮膚會有細緻的感覺 所以我蠻喜歡這種就是擦起來會有細緻的感覺的保養品 所以這也是我會想要回購的 接下來我一定要來推薦這個 阿瑪妮的這個什麼小粉紅的那個 然後我必須說因為 因為這罐已經空了 這罐是空的你們看上面還有毛毛 就是代表說它已經放很久 我為了這個影片已經放非常久了 它其實它是長這樣子 我可以看一下 它擦起來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要化妝之前我會先擦他們家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好吸收 可是我必須說因為我有點久遭肌 就是我皮膚是敏感的那種 然後我覺得它的保濕成分還是不管它 不知道是哪一個成分就是 有時候我皮膚比較敏感的時候 我用上去會紅紅的 但代表它有效性 就是有效性的成分 但是我不會痛也不會一樣 馬上就好了 只是我真的覺得它真的很保濕 所以我會拿來就是我要化妝之前 有時候我就是起來 然後我可能就好出門了 我就會用這一罐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保濕 會讓我後續的妝容會更好的 上上去這樣子 妝前保養我喜歡用這一罐 喔我洗臉的東西 我洗臉都是用這一罐 是妝怪獸 雖然它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我已經想要拿出來 就是我已經用很久了 對我只是想要拿出來 我會跟大家講說 我洗臉是用這罐的 但是買不到 如果有連結的話 會再給大家 欸 怎麼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有九招劑 我算皮膚很薄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就是我沒有幹嘛 但我皮膚就是會紅紅的 如果有在研究保養品 應該都會知道這一罐 這一罐是海洋娜娜的那個 濃脆修復精華 然後但是我必須說 它這一罐真的非常的不便宜 可是它退紅效果真的非常的好 這一罐呢我是 就是皮膚真的很敏感的時候 我才會拿出來使用 但我必須說它價格真的不可愛 然後這一罐我也是會想要回購的東西 就是皮膚很敏感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用 這罐的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我跟你們說 這一罐用下去 是馬上就皮膚就摸起來 天啊 好平順的那種感覺 所以它一分錢真的是一分貨 貴的是有道理的 還有我會再回購的東西 是這一罐欠碧的水池場 我本來是買小罐的 然後後來我又再回購這個大罐的 我為什麼會想要買它 是因為我覺得它很方便 就是 由頭真的就是 我很懶 可能一整天真的很累 就什麼東西就懶得擦 那我就會直接擦這一罐 而且我跟你們說 我之前有一次去韓國 我去韓國的時候 我就只帶這一罐 我的行李箱只有這一罐 然後就這樣打天下 韓國這麼乾燥 然後就是那種很乾冷的天氣 我直接一罐打天下 然後皮膚都還是亮亮的 所以我還是會回購這一罐 因為這一罐我覺得 有時候就是真的很懶得擦 然後它又很方便 很喜歡它的質地 它是真的非常的保濕 這一罐也是就是 有時候我懶得擦什麼東西 我就直接擦 然後它這一罐是厚的 這個品牌是厚的 然後它的質地是這樣 我忘記它是什麼面膜了 真的 因為我都不是業配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記 但是我只記得它很好用 它帶給我的感覺 對然後 接下來呢 我還是會再回購的就是 海洋娜娜的這個乳霜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但是它真的很貴 你們看 一乾二斤 真的又很乾淨 就是皮膚敏感的時候 用它們家的東西 是真的就是 很明顯感受得到效果 因為我覺得 皮膚有時候狀況不一樣 你有時候可能沒睡飽 或者是你那段時間壓力比較大 你的皮膚狀況都會不一樣 那有時候敏感的時候 你就是可以換一下保養品這樣子 那我敏感的時候 我就會擦那個海洋娜娜 對它貴是貴的很韻硬的 接下來還有想要推薦這一罐 這個品牌我還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的好姐妹菩芯 她早一點早就逛街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逛這個品牌 結果我就被它燒到 結果我回去用 我就覺得它真的非常好用 它價格可能是這罐乳霜 大概一半吧 可是我必須說 它的它真的很好用欸 就是它非常保濕 而且比方說你有一些小粉絲什麼的 然後它自己就是浮出來 然後你的皮膚就變得很平整光滑了 大概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罐也是 我會是想要再回購的 然後呢 最新發現的新環 上次MAC有一個活動 就是去參加他們正建造的活動 幫我化妝的彩妝師 他就跟我說 就是他們MAC有出霜 我那時候聽到 我說什麼 MAC有出霜 然後他就 就是他在化妝之前 他就先幫我用這一個 他跟我說就是 因為他們MAC有時候彩妝啊 然後什麼的 他們必須要很快的在後台 然後就開始化妝 但是有一些model 他們可能那時候的膚況 並不是這麼的穩定 是很乾燥很沒辦法上妝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用這個保濕霜 我覺得它很好用欸 有一些霜是不適合在妝前使用的 但是它這罐完全可以 所以這罐也是我會想要再回購的 因為我當場試了 然後我就覺得 馬上就感受到它的效果 我剛推薦的你們有喜歡的 我都可以建議你們去櫃上試試看 然後呢 我必須說我最近 找到了一個真愛 這罐 這罐是美神契約的液態水飛說 它就是有點類似像 角質包樣嗎 還是怎麼樣 然後你睡前洗完臉 第一道程序先擦它 它在化妝水之前 你就是先擦它 我不知道怎麼說欸 我覺得擦穿試店 就馬上臉就亮起來了 所以我就一直擦到現在 而且我覺得它還蠻方便的 因為它就是你不用換保養品 這些保養品都不會抵觸 你只需要在睡前的第一道 加上這一個 然後你就是後續保養自己用這樣子 除了就是美白酸類的產品 你不能用以外 其他都可以 就是完全不用換保養品 你只要加這個就好 然後臉就亮起來了 欸真的啊 摸起來就細緻啊 然後呢我必須說就是 口服保養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有認識我很久的人 都知道說我是一個動不動 隨便就很容易就長痘痘的人 別人都每次救我有事的那種 所以我發現改善體內的問題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吃這個陽光錠 維持機會的陽光錠 然後呢我是一個很怕黑的人 然後加上我有斑 雖然說吃這個美白類的產品 就是你要到斑不見 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我必須說就是吃這個 長期這樣吃下來 我的膚色是有比較平均 然後斑是有變淡的 我覺得這樣對我來說 就已經很滿足了 畢竟我之前是滿臉的爛臉 我以前大家看到我就說 欸你臉怎麼了 怎麼那麼多痘痘 但是現在看到我就說 欸你有長斑喔 反而我很開心欸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我之前痘痘太多 不會有人看到我的斑 但現在就是看得到 所以我就很開心 因為現在沒什麼痘痘了 欸很開心 然後咧 還有膠原蛋白說做年輕 每成七月的喔 欸差不多嗎 就這樣子啊 很開心啊 謝謝大家 就這樣子喔 再見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